2020年2月,就快要这样悄然过去了,这个月的你一定是不知所措,干什么都觉得没有动力吧,那让我来给你找点动力吧,看看你们的肖战大男神的优秀电视剧作品,这样会不会更有动力呢? 《庆余年》也是2019年大火的一部剧,肖战在剧中饰演的小颜公子,也着实让很多粉丝就等,在开始的第二集里,范贤上京的路上遇到小颜公子也只是指纹其声不见其人,让整部剧都陷入了猜测之中,小颜公子的到来也是在第38集的结尾,真的是千呼万唤使出来呀,这里的小颜公子着实高冷,时不时还让人觉得,这个人太呆板了。 不少网友还吐槽说,如果陈情令不火,肖战在这部剧中表现,必定会被骂,小颜认为这是瞎扯,颜冰云本就是一个高冷的形象,阳光幽默的肖战,能将这样的形象演绎出来,也是可以说得上非常优秀的演剧了。 为小颜公子点赞,珍惜希望第二部,第三部,还能有肖战哥哥的加盟,陈情令真的不用多说,大家都比较熟知,相信看这部剧,也不只是一两遍那么简单了。 魏无限,棒棒棒,这部剧也是肖战自己试镜成功,才得以展现给大家,这样的艺人才是最迷人的吧,这部剧可能关注最多的是吴磊,林云等,而肖战在里面饰演的角色是林修衙,配角之一。 嘉南学院内院强榜前第二位高手,在内院组建了势力狼牙,林修衙外貌十分俊朗,在内院集聚个人魅力,这同样是一个很角色,同样具有个人魅力的肖战,是不是也同样驾驭得了林修衙的魅力呢? 黄道国第一美男,北唐漠染,这部剧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部网剧,肖战黄叔的人设超苏,简直让人无法自拔,能预知未来超炫酷,惊艳了小斌的双眼,简直让人怀疑是不是他才是男主,不少人感叹,肖战简直就是古代言情小说的男主完美化身。 二继续来谱朵